苹果iPhone 13下个月就准备要登场了 这次一共有八种的全新配色 相当吸睛 网络上甚至有人还PO出了原型机 让果民们超级兴奋 八色新机宛如梦幻彩虹一字排开 众所瞩目的iPhone 13 将在9月召开新品发布会 这次话题仍聚焦在从未出现过的全新配色 今年的iPhone 13除了有白色、黑色、蓝色、绿色 红色、紫色之外 苹果还新增了日落金和玫瑰金 也就是说今年的iPhone 13将会有八种配色 随着发表会脚步近了 网络上也流出原型机照片 玫瑰金属配色展现低调质感设计 这是在推特上曝光的iPhone 13 Pro 原型机实拍照片 镜头模组同样是采三颗大眼睛 但对比上一代明显变大也突出 暗示拍照效果会升级 而iPhone 13 Pro Max则是把刘海剪短 让荧幕变更大 iPhone 13提升可是非常明显的 外观最大升级就是苹果把大刘海终于启用了 换来的是小刘海设计 有的过分就输了 咋不直接把刘海全去掉呢 至于果迷最期待的荧幕下Touch ID 今年可能还是看不到 因为传出苹果正在研发荧幕下Face ID 计划未来两种模式一起推出 要用全新科技迎战对手 轻轻一折能当手机也能变身轻巧平板 三星近期除了发布折叠新机之外 外媒也传三星有望推出6.7寸的入门新机 Galaxy M52 同样以三镜头模组设计 价格更亲民主打高CP值 另外Google也推出Pixel 5a新机 则传出这次将支援数位变焦拍摄 夜拍功能也升级 新款手机纷纷亮相 让下半年手机大战更有看头 东森财经新闻 扣黄铭罗胜泽综合报导